鎖點裡面的中心點一定要出來 否則的話這個也不會出現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地方點一下 然後再點回來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畫出來 這是第一個方式 順便教各位一下 因為底下這邊有三個線段 那如果你畫三次 會比較花時間 你可以這樣做 30 ENTER 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80 假設你直接畫80 這邊30 ENTER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到這個點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裡有沒有 我該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哦 我可以從這一點有沒有 先碰到它之後呢 延伸過來 你會發現我碰到它之後呢 會有一個叫延伸 有沒有碰到它之後 延伸線有沒有 也就是說我碰到它 我以它為基準 我要延伸過來多少 才是我下一點的位置呢 直接這樣有沒有 80除以3 ENTER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說以這個點為基準 你可以延伸過來多少 延伸過來多少 下一點的話直接點這裡就好了 那這個方式就是你不需要要畫三條線 也是可以 可是呢這個方式比較困難 但是我建議你們要多練習 因為後面比較難的題目呢 其實都會用到像這種延伸線的概念 延伸線其實非常的好用 就是往上30 那你過來的時候 特別說以這一點 以這個端點為基準點有沒有 延伸過來就會出現延伸線 那延伸過來多少 你就跑一點點之後有沒有 然後給它80除以3 也就是說讓它從這一點出發 然後會出現延伸線 特別重要一定要出現延伸線 而且會有虛線 表示你可以延伸過來 那你只要移動過來一點點就好 那游標放在這裡 直接輸入多少 80除以3 也就是從這邊移過來 它就會找到80除以3的點 就在這裡 那你就再延伸過去就好 這個是第二種畫法 兩種方式我想你們都畫畫看 那最後再做一點點標註就完成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